超霸氣外型的雙層觀光餐車 在台北市街頭特別吸睛 但想上車沒那麼容易 除了人均費用將近2000元之外 還有民眾因為使用了這個 雄好住宿券的方案 而抽到的餐車晚餐券 結果呢卻還沒有想到美食 就被告知要兩人成行才接受定位 就是這張雙層餐車晚餐券 注明僅限雙人或四人定位 必須另外再加購一位或是三位 因為當時是我的小女兒抽中的 那就變成說小孩子抽中了 她也不能自己使用 那大人陪她 那我要額外再付一筆費用 沒有中獎的喜悅 只有被坑的感覺 畢竟家價購一份套餐1800 真的不算便宜 這種感覺就跟你中樂透 但是卻可能還要再加你家 加錢他才會給你那筆獎金 的道理是一樣的 去年底北市府推出的 雄好券2.0 搭配雙層餐車祭出抽獎活動 一共抽出50名得獎者 到二月底就要過期 但目前實際兌換用餐的只有13個人 似乎也因為相關規定 導致民眾不願買單 這是一個詐騙的行為 廠商的出銷行為就算了 台北市政府卻替其背書 這是柯文哲市長時代的案子 但官傳局必須面對這樣的問題 其實我們在去年11月 我們在公布我們的抽獎辦法的時候 其中使用辦法與抽獎辦法 我們都會明確的說明 在定位的時候必須要雙人或四人定位 儘管市府強調遊戲規則有名說 但使用率這麼低的結果看來經濟沒刺激到 反而讓民眾覺得又是看得到是不到